目前纽约市幼稚园到12年级 住在离学校超过半英里以上的学生 可以领取半价公车票 根据MTA数据 纽约市平均一天有将近3万趟公车 使用的是半价公车票 使用这个公车票的学生 每次搭车还得付1.35美元 MTA现在提出一项新的提议 将给予这些学生更大的优惠 也就是免费地铁卡 地铁跟公车都能搭乘 一天可以免费搭乘三次 MTA董事会将在周三 对这个提议进行投票 这个计划将会让经费紧张的MTA 每年多花费20万美元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 纽约报道